目不识丁 唐宪宗当皇帝的时候 任命张宏敬去幽州做节度使 这个张宏敬是一个坏人 他想到从前带兵打败过他的安禄山 是幽州人 所以他来到幽州后 就派人挖开了安禄山的坟墓 把安禄山的棺材和尸体都毁掉了 当地的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都非常不满 张宏敬有两个手下 一个叫维雍 一个叫张宗厚 他们两个不好好当官 却每晚叫上一群人去酒馆喝酒 每次喝得鸣鼎大醉后 他们就让手下士兵贬起火把和灯笼 吵吵闹闹地返回军营 火把和灯笼很亮 影响了百姓们晚上睡觉 大家都很讨厌这两个人 维雍和张宗厚对于手下士兵也很苛刻 每次有人犯了一点小错误 他们就叫人拿鞭子狠狠抽打 士兵们都对他俩又怕又恨 一天唯用又喝醉了酒 大声地嘲笑手下士兵说 你们这些人真没用 一个大字都不认识 只会打仗 可是现在天下太平了 没有仗打 你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士兵们听了他这么狂妄的话 都更加讨厌他 有一年 朝廷派人送了一百万贯钱来游州 要奖赏给所有军事 可是张宏厅竟然私自 从这里面扣下了二十万贯 只拿八十万贯钱分给军事 这件事让所有的军事忍无可忍 大家私下里商量 准备杀了这几个坏蛋 于是就在分完贤的时候 士兵们一拥而起 先拿刀杀了为拥和张宗厚 然后捉住了张宏厅 把他囚禁起来 朝廷知道了这件事 担心士兵们继续造反 于是为了安抚他们 皇上赦免了士兵的杀死上司之罪 并下令降了张宏厅的官职 让他到辅州当了个小官 中华成语小课堂 目不识丁 正读目不识丁 示意 连一个丁字都不认识 形容人不识字 我没有学问 出处后进流伤的 旧堂书张宏厅传 用法举例 他是一个文盲大老夫 目不识丁 总是被邻居们嘲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